tum dum dum s 없 fantasy dreamers cuties Hello 大家好 我是WETS wet 我是phen 我是My Loo 我們是 OK 我們今天要做 披荊斩機的2 他的五次 五公 对第五次公演 就是收官页的前一个表演 这个表演完了过后就是大结局了啦 然后就是这个 陈晓春和张智霖的唱这个 否刮 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陈迅的粉丝这样子 一定会有这个偶像观欢欢这样子嘛 可是哦 我觉得武功的表演都很精彩 都很好看 然后我看了这个 我是我专注看表演多过他们那个唱功 我觉得那个表演很好看 整个拍摄又很好看样子 整个那个感觉 他们两个表演就很厉害 像我们两个演员样子 所以我们就好不多说了 我们就马上来看《宝宝》 你感觉好像又一直在拍MV这样子 是哦 很强哦 就是舞台了 就是舞台了 舞台了 正常人狗我负义量静默 这个舞台后面是后面也是有唱歌语 可是它的那个低 你真的做了吗 有人问我 我就会说 有时无人爱 我期待到无奈 有话要讲 得不如常在 你应该才正乘落 是多少 我的心情又将 终改等被揭开 醉霸却在養青苔 銀潮內越文靜越頂得不受理睬 自己要搞出意外 那年十八 無後我會參穿如流落 那時候我還未發誓各位 必須看得到我 在世間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 勃穿你穿那一座 情愛中工作中首歌的忽視太多 自尊已跑進跌倒 總是能自封嗎 未曾獲得過便知我為何 大動作很多犯下這些錯 旁人們看看我算病態喔 你叫我做花花吧 畫張紙眼我很怕 像木頭像石頭的畫 得到注意嗎 其實怕被忘記 脂肪帶來也無法 很不安心去休假 世上還餐重沉默 不夠爆炸 怎麼有話題 讓我畫做大娛樂家 愛好酷 愛好棒 哇 哇 我对你杯茶 也可尽情地开罢 尽情地开罢 我们别围望 有人再为你生生 我看节目的时候就懂会剪头发 因为前面有讲 但是因为就在台上剪头发 而且中期人这样冷静 又要去剪头发 我叫你剪你都不剪头发 真的 所以我有一个期待 然后这样子的呈现方法 我觉得很好看 对我而言 我不会去评唱到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表演呈现出来 拍摄就很好看 然后它里面很多细节 比如说那些拍到 去拍眼神 拍它的手 拍那些青根 拍它那个镜子里面那个洞 去对那个 我觉得整个东西很好看 当然以往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就会有很两极话的评语咯 有些就讲啊 在舞台上做这一种东西 为了要赢 剪头发 就会赢 当然他们好像是有赢啦 没有错的话 OK 然后当然 他们是赢的 当然我也是会有 就是喜欢的人啦 我本身其实还蛮喜欢的啦 因为我偶像的歌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而且两个男人 又是好兄弟 这样子 我二三十年的好兄弟 这样子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自己本身看来 我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啦 OK 来 很放胯的表演 怎么样 我觉得整段表演非常的好看 很完整 甚至于我觉得 媲美很多拍的花很多钱的MV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角度抓得都很好 而且他们 最重要是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刚好上半脸是陈秋春 下半脸是那个 像鸡兰 然后倒转 对方的脸 对方的脸 然后就配起来 我觉得哇 那个画面感很强烈啊 就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那个剃头发粉 也不是一个很放胯的事情 虽然我们的理智当中 我会觉得它好像很浮夸 这样子 哇 为了赢 要剪头发 可是你配合整个歌 或者整个舞台呈现 它又很合理的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而且不会很尴尬 这样子 刚好因为又是张志玲做 所以大家就讲 上次又结婚啊 这次又剪头发 所以会有这样的 就很想赢 可是我觉得 卖不出彩啊 卖不出彩 可是我觉得 你竟然要出来表演 你要拿出诚意 这个就是他们的诚意所在 而且这首歌其实要讲的就是这个 他讲你讲我包夸 你讲我什么 可是你喜欢看吗 你就是想看这些 人类就是很犯贱的 你妈咯 你妈你也是来看我 所以其实一个娱乐的人 或者是一个 entertainer 一个艺人 其实他主要要做的就是 entertain 观众 这样还用他的方式去 entertain 到你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承接 大家不要做不好的事情 OK 只是这个表演上 我觉得是 它可以让我们视觉上有冲击 而且两个人的歌声 我觉得有很好的化学效用 在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有充分的表现得到 所以很好看 所以比赛这种制度就是一定会有输赢的嘛 这样你要去参加比赛 这样难道你想输吗 对吗 当然也不是说比赛一定要拿第一 而是说你既然去参加比赛 或者不参加比赛都好 我觉得我更欣赏的是两个歌手 或者两个表演者的一种精神跟态度 我觉得说尊重舞台 你讲反夸 你讲为了赢 去剃头这件事情 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 对啊对啊 更何况他们是 艺人又是帅哥 而且你要很精准 因为他只能做一次 对对 One Take Well 这个表演也不能做第二次第三次 不能彩排 不能彩排 你要做准 而且你要顾及 可能你剃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 受伤 意外啊卡着啊 还是怎么样你要顾音乐 你要顾表演 你要顾状态 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 就算他们赢 或者说就算他们拿到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也是他们的实力来的 应该的 因为他们要努力啦 对啊对啊 你不能讲他们没有努力啊 而且 我有一点惊喜的 对于他们的演唱 因为否划这个歌太经典了 每个人唱的那个 Structure 好像没有办法离开那个位置 陈修串一开始 当那个Dibato 是 把那个Dibato 好像讲话这样子 我就觉得 啊原来这种声音也可以唱歌 哈哈哈哈 我就很开心啊 我就听了 哇 而且两个人搭在一起 有一种分裂的感觉 就是一个角色很配合到那个镜子 两个人的性格的一种分裂感 所以整个排法 这个导演 排这个的idea 我觉得很厉害啦 包括镜头啊 灯光啊 角度面感 各方面的配合 我觉得整个概念非常完整的 OK 能将他们想要做的这个 包划去做出来 我很喜欢很多的元素 刚才讲的 然后那个前面 然后后面那个镜子 什么一般的空洞 打他们的脸 我觉得两种那种所谓的 分裂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营造的非常的好 很精彩的一个表演 没有办法啦 这种节目的哥哥们 就会有各自的粉丝 那我觉得 每一位哥哥都很努力 为他们的表演去安排 不管是他们的爱 他们的构思 是他们想走这个风格 或者走那个风格 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的 strategies啦 对不对 但是你去到最后 我觉得是真是看现场 整集看下来的氛围来讲 我觉得难免的 你永远无法预料到 除非内幕啦 这个我们不能讲啦 可是你永远无法预料到 观众喜欢看跟投票的 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给我啦 因为我没有看节目 或者就算我看 我也不会去理他们 到底有没有拿 反而留在我们之后 对 要回味的是一个好的表演 是这个作品 而不是他拿第几名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重要 我觉得很感动啦 因为他们晚了 过后出来 interview那边 哇 两个人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感觉上他们两兄弟 是吗 怎么不给我看 就这个片段到这边罢了 OK 是咯 因为他们两兄弟 在彩排 排练的过程中 也是一直要 不是一直啊 就是有很多情绪上面的释放 我看了 过后觉得很感动 OK 虽然我们这个影片出街了 之后其实是 那个 那个节目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知道 陈小初已经得到 那个x leader 然后我可以恭喜他 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些表演 好看的 我依然会做reaction 这样子 陆续看 陆续看 再给大家看 给他们看 这样子 因为他们没有看 OK 我们今天也许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订阅和分享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我们有新的影片出街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 要来支持我们的 Instagram 并带为我们一键三连加送电 有能力 也来支持我们的 Patreon 来发电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